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 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 让我们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同时也让我们开始思考 这个改变时代的巨大变革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所有人都在为了适应环境而做出改变 在这样一个无接触时代 通过线上途径信息传递 变得更加的便捷和迅速 而爱多美恰恰就是这样一份传递信息的事业 我相信在时代的节点上 爱多美事业将迎来全新的飞速的发展 那么被称之为爱多美成功钥匙的杰出经销商 也将会比以往更加的容易 那么如何才能成为爱多美的杰出经销商呢 它又是指什么呢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当我们在12个月内连续达成12次以上营销经理 就被称为杰出经销商 那么这也证明 我们一定是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消费群体 并且有一份持续稳定的收入 正如董事长所说的 如果能成为爱多美的杰出经销商 也可以说临在爱多美已经获得了成功 已经成为了一个完美的成功者 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 我们或许会经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 比如说怀孕 生育 生病 照顾家人 孩子升学等等 即使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月依然都会有持续稳定的收入账 请问大家是不是会感觉到特别的踏实与幸福呢 所以成为爱多美杰出经销商等于成为完美的成功者 那么如何才能成为杰出经销商呢 董事长成功八阶段的视频已经教会我们 只要我们学习并且践行这八个阶段 我们就一定能成为爱多美杰出经销商 那么第一个阶段 刻画梦想 有心的家人们一定会发现 无论是我们公司总部的会议 还是我们各个分公司的会议 公司一定会流出充分的时间 来跟我们学习刚刚这场课程 叫做人生规划 那么在我们资讯的第二句 也提出经营梦想 可想而知 刻画梦想是多么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 人生如果没有梦想 就如同一艘在大海里漂泊流浪 没有方向的帆船一样 可想而知 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梦想是什么 梦想就是我们前行路上的指路明灯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首先应该拥有自己的梦想 并且将自己的梦想清晰地刻画出来 刚刚我们董事长在均衡人生的视频中 也有讲过 农夫收大米的故事 一位农夫 如果想要收获时代大米 一定是他在播种之前 他的脑袋里面就提前规划了 我是要收获时代大米 而不是时代土豆 所以才会去拨相对应的种子 最终才会收获时代大米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成功 一定是先刻画自己 清晰地具体的数字化的 场景化的梦想 一条一条地写出来 比如说我们想实现一个换购爱车的梦想 那么我们应该写下来 什么时候给自己换购 一个什么品牌 什么颜色 什么价位 什么型号的爱车 比如说 想实现一个大爸爸妈妈 去看看世界的梦想 我们应该写下来 什么时候 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交通方式去出行 去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地 是飞机高铁呢 还是自驾 那么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 我们入住什么样的酒店 三星四星五星 是海景式的呢 还是主题式的 还是家庭套房式的呢 无论是什么样的梦想 我们都尽量地 用具体的数字 颜色 场景 并且包括期限 清晰地描绘记录出来 那么 在我们的身边 有这样的一些朋友 他们或许曾经因为经历过 自己的一些失败 或者挫折 又或者是说 自己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成功过 所以 已经不开始相信 自己也可以有梦想 不相信 自己的梦想 也可以有实现的那一天 认为自己这一辈子 可能就这样了 曾经 在我22岁 考取国家公务员 上班以后 我认为 我这一辈子 可能就是在这个单位 这样子 朝九晚五 平平淡淡 安安稳稳 一直工作到老 后来 上班以后 当我发现我的收入 想实现一个 带着爸爸妈妈 出去旅游的心愿 都显得非常的围难 于是 在那个时候 激发了我内心 那颗特别强烈 想改变现状的心 就是因为自己内心 这一份源于 对爸爸妈妈 非常朴素的爱 于是我开始 大胆地去梦想 我梦想每一个春节时 我都可以给我爸爸妈妈 一个大大的厚厚的红包 我梦想 我可以带着我的弟弟妹妹 去全国各地旅游 吃遍全国各地的美食 我梦想 我一个年过五十岁的 爸爸妈妈 他们可以不用 再为生活而去奔波 而是在家里享受生活 正是因为内心 这一份对于家人的爱 让当时二十二岁 并没有见过太多世面的我 勇敢地去面对自己 并且勇敢地去突破自己 现在 我早已经实现了 我那些曾经的 一个个梦想 我随时随地 可以给爸爸妈妈 大大的厚厚的红包 每年也会定期地 给弟弟妹妹旅游经费 我可以有足够的能力 去尽孝 所以我非常庆幸 自己当初 没有辜负自己那份初心 没有放弃去坚定 自己的梦想 爱 会让我们拥有 无穷的力量 所以请大家 一定要相信自己 想想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伙伴 还有那些 我们特别想感恩 回报的人 以及社会 带着那份爱 开始去刻画 我们的梦想吧 就是那个我们内心 特别特别想实现的 那一个个小心愿 那就是我们的梦想 第二个阶段 下定决心 当我们清晰了自己的梦想 就一定要下定决心 即使得不到别人的支持 也不要垂头上气 因为没有人会为 我们的人生负责任 唯有自己 所以我们不能让别人 去主导我们自己的生活 和状态 而是要用自己的想法 去引领和影响 身边的人 同时去影响 身边的环境 只要下定决心 那么 才可以成功 那对于下定决心 我们可以做 哪些方面的准备呢 首先 我们要大量的 自用爱多美的产品 因为只有自己用心 大量的体验 爱多美的产品 我们才会真正的明白 爱多美的大众精品战略 我们才会真正明白 经营爱多美 这份事业的精髓所在 同时 也才会直接收获 来自于公司和产品 带给我们的信心 其次 我们要做好付出 代价的心理准备 就像董事长所说过的 一位农夫 如果他想要收获 十代大米 那么他就需要 经历过一个 播种 除草 还要准备秋收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以上的劳动呢 就是他为了 收获十代大米 而所付出的代价 不会有哪一位农夫 他只需要在 自己的脑袋里面 想着 收获十代大米 等到秋收的时候 那十代大米 就会自动地 进到他的仓库里面 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 我们一定要做好 付出代价的心理准备 去年的时间 因为我频繁地出差 我错过了 我儿子成长路上 非常多的片段 有一次 当我连续出差 十六天回到家 我惊讶地发现 他既然会走路了 而我 并没有经历过 教他学习走路 这个过程 后面也依然是 因为频繁地出差 到了他开始 会讲话的时候 有一天在家里 他非常亲切地 对着爸爸 爸爸 爸爸 当爸爸抱着他 在怀里 指着我问 这是谁的时候 他喊了一句 阿姨 那个时候 作为一名母亲 我的内心感到 非常地愧疚和难受 但是我知道 这只是暂时 某一个阶段 我并不会让自己 有过多感性的烦恼 今天的分别 只是为了未来 更优质地陪伴 世界上永远没有 随随便便的成功 即使是爱东美 这样一份 简单快乐的事业 也依然需要我们 脚踏实地地去经营 质变 也只有在量变 累积到一定程度 才会发生 所以只要我们 内心坚定 再多的拒绝和困难 都会化作无穷的动力 那么最后 给自己一个 长期经营的心态和决心 因为当我们在 分享爱东美事业的 这个过程中 我们所有的会员 他都会先从 用用看 再到多用用看 再到喜欢上 再到爱上 再到忍不住分享 必然会经历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就相当于一个 播种的过程 需要生根 需要时间 所以 请给自己一个 长期经营的心态 和决心 当我们因为心中有爱 有了自己清晰的梦想 并且有了坚定的信念 我认为我们已经足以 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所以下定全力以赴 经营爱多美事业的决心 比如何经营爱多美事业的方法 要重要很多很多很多倍 第三个阶段 列出名单 董事长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都有250个名单 如果您觉得没有人脉 那一定是因为 我们认为 可以经营的人 才是人脉 当然 如果您这个时候 还是实在觉得 没有人脉的话 董事长说过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说 您要结婚 或者说您的孩子 要结婚 那么这个时候 您就一定可以列出 250个名单 以这样的心情 去列名单吧 今天我们身边的朋友 无论他是从事 什么样的行业 无论他是什么样的 一个社会地位 刷牙 洗头 洗澡 洗脸 这些事情 是维持一个人 正常的生存状态 所以 我每一个人 都不要去当判官 写出我们身边 所有所有 所有认识人的名单 我们可以分类去写 比如说 同学 可以列出 小学同学 初中同学 高中同学 大学同学 等等 也可以列出我们的 亲戚 邻居 战友 同事 同乡 闺蜜圈 瑜伽圈 跑步圈 等等 等等 我们一定可以列出 二百五十个名单 也请大家相信 我们身边很多优秀的人 愿意全力以赴 经营爱都美事业的人 其实 都是因为身边 非常频繁普通的人 介绍而认识爱都美的 所以 我们不要去当判官 只需要听话造作 分别记录 所有所有所有 认识人的名字 第四个阶段 邀约见面 邀约见面呢 基本是通过打电话 发语音来完成 那么我们邀约见面的目的呢 就是邀请他来参加 公司的一日研讨会 服务中心的沙龙 或者是家庭聚会 又或者是线下一对一的 见面交流 然后去借助公司的会议 以及领导人的力量 来进行第五阶段的 事业说明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点非常注意 当我们准备见面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准备好一个干净清爽 整洁积极的自己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很久都没有见面了 那么我们的状态 我们的精神面貌 都会直接影响 朋友对我们的印象 所以切记蓬头垢面 随意邋遢 无所谓的态度 第五个阶段 事业说明 那么事业说明呢 主要是做好这四个板块的分享 首先介绍公司 爱豆美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第二 介绍产品 那么我们应该在事先准备好 需要体验的产品 以及主要会分享产品的特性 包括自己使用的感受和效果 第三 介绍事业模式 第四 介绍价值 愿景 我们一定要以正确的方式 去诠释公司的产品 以及公司的商业模式 以公司的标准 才是正确的输出 切不可用自己的理解 去误导消费者和经销商 我们只需要把公司强大的实力 产品的独特魅力 以及充满成功基因的成功系统 只需要做真实客观的事业说明 就可以了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 我们是公司与消费者 与经销商之间的一座桥梁 所以我们一定要展现出 我们优良的状态和自信心 要勇敢地说出 我们正在经营的爱豆美事业 并且自己要在爱豆美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不是不好意思说 自己其实也只是试试看 做做看 董事长说过 这样的人 他在爱豆美是永远无法成功的 我们应该勇敢坚定地 告诉我们身边的朋友 我非常非常喜欢爱豆美的产品 我也相信 我一定可以在爱豆美获得成功 第六个阶段 后续跟进 我们会发现 哪怕是关系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么这种关系呢 也是需要用心地去维护 包括像夫妻的关系 也需要用心地去经营 更何况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呢 所以更需要我们用心地 去进行维护和跟进 所以请一定要做好48小时以内的 即时跟进 可以与老师讨论 理定出更适合的这样的一个跟进方案 直到让我们的客户满意与感动 建立起与顾客之间牢固的这种卸任关系 并且做好客户的数据化管理 第七个阶段 辅导交流 首先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态 董事长说过 越成功的人越谦卑 你圣渊博士也一直强调 我们要成为仆人式的领导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身先四足 做好榜样 去经历工作中的每一个过程 其次 我们要拥有一个大的格局和胸怀 不要把伙伴当成成功的工具 而是要去帮助伙伴成功 并且坚持不懈去帮助 渴望成功的伙伴成功 最后 我们要带领伙伴一同走进成功系统 即使个人的力量非常的微薄 就算本人没有管理巨大组织的这种能力 那么我们也依然可以让他进入到系统当中来 也依然能取得成功 第八阶段 复制分享 那么复制分享呢 就是复制成功的方法 那么公司有一个原版不变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董事长 所以请大家一定一定要多观看董事长的视频 以董事长这个原版去进行复制 多聆听学习前辈们成功的经验 领导人应以身作则 去传递正确的理念与方向 帮助伙伴们正确经营爱多美事业 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那么以上呢 就是爱多美成功八阶段 祝愿有更多的家人成为爱多美 杰出经销商 成为完美的成功者 谢谢大家